大家好 歡迎收看 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感謝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的節目 這個2022年到底你懷念什麼事情 在2023年又有哪些展望 在新的一年開始 我想常常是我們對過去 對未來做一個回顧 如果談到國際上來說 當然武漢肺炎疫情 從2020開始幾乎每年都佔據我們 即便到2023 可能都是會大家很關注重要的事情之一 包含俄乌的戰爭 當然在台灣來講 兩岸關係的這些發展 都是我們自己非常重要關注的事情 中共在整個2023年看來在整個在外交 在內政上面也做了一些改變 特別是我們看到過去 這個所謂戰狼的外交 大家很好奇說是不是有改變 比方說他們過去這個子高欺狼的發言人 被換掉了 外交部長也讓這個號稱史上最年輕的 這個秦剛來接任 雖然有人說他語氣和緩 但有人說沒有 這個以前他過去也是滿嗆的 但不管怎麼樣 這個就任之後 大家好像看到他們 似乎有一些這個轉變跟轉化 但這過程當中到底有哪些事情 值得我們好好來關注中國 這些內政外交 包含在兩岸關係的這些改變 這值得我們台灣應該要來關心的事情 有哪些呢 我們今天好好來探討 那很感謝邀請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 榮譽教授 敏居正博士 我們明老師來繼續幫我們解讀 明老師你好 主席宏林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是 老師 我想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個中共內部顯然有做了一些 人事上的一些變動調整 在整個所謂的中國內部的內政外交 包含兩岸關係的部分 我覺得這幾個面向 可以請老師好好來幫我們談一下 那當然我想這個是不是請老師 可以針對這部分 來幫我們來看看這段期間 中共內部的改變 好 你剛剛講的大概就是說 我們分三個方面來看嘛 分內政 外交 跟兩岸關係 我就先從內政談起吧 習近平上代到現在已經兩任10年過去了 然後現在第三任要開始 大概這10年來有一些 就光說內政的部分 有幾個重大變化 當然變化很多 我就挑幾個重要的事情來講 第一個 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上台之後的反貪腐 就是打老虎打到現在 看起來就是力度好像沒有減輕 其實你仔細看是有減輕的 因為你如果從統計數據來看 他以前每年他大概會打到多少 譬如說這個第一次他在2012年 2012年上台嘛 然後2013年開始打 打到2017年之後他就跟大家報告 我們這5年的這個反貪腐下來 辦了154萬件案子 然後這個4萬官員150萬多人 然後多少人送交司法等等 你比較數據就曉得 他這幾年是有減少 那你說因為貪官少了 不是 貪官沒有少 因為那個制度是養貪官的 貪官的數目沒有少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點 現在被抓出來的數字都比較大 貪污的數字比較大 但是貪官的這個辦的那個量是少了 所以我認為反貪腐 民意上還在繼續 還在叫打老虎跟蒼蠅一起打 但是力度是減輕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反貪腐不是真正的主要目的 反貪腐當初主要目的是奪權鬥爭 現在奪權鬥爭目的基本達到之後 反貪腐只是一個武器罷了 所以這個事情還在 但是的確有變化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從20... 它是2012年上了台嘛 然後2013年開始真正推動 各種各樣的大政方針 我們看到2014年就很明確提出一點 當時大家不相信 我們講他的社會控制 可能會越來越嚴厲 然後越來越強 大家當然當時不相信 可是你現在回頭看看 是不是這樣的 比如說吧 這個手機的這個監控 比過去的多很多 第二 大陸街頭的各個地方 攝像頭增加了很多 是全世界的密度最高的 然後你在任何地方 什麼它都有多少攝像頭對著你 然後這個是對行動控制 再來它有所謂叫什麼 市民觸控監控系統 車輛的聚集集 集結等等 它看得非常清楚 然後再配合手機的話 那人基本上無所遁形的 好 你說這是對人的行動的控制 那你說我別的方面還有一些自由吧 沒有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 大家覺得說什麼街頭支付 什麼掃碼很方便了 台灣太落後了 不是的 落後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對老百姓的自由呢 個人自由呢基本是比較尊重的 你說這哪叫之 bowl 跟這什麼關係 有關係 當你的所有錢都數位化 政府都看了見的時候 你無所遁形 不但政府看了見 你的錢怎麼動 怎麼走 政府甚至可以限制 你的錢拿不出來 一旦人民幣數位化的時候 你現在充滿數位化之後 你根本提就提不出來 這次不就很清楚了嗎 過去幾年不是封控嗎 封控完之後有些老百姓想去提錢 不能去提 為什麼 我健康馬是紅馬 他根本不是說你去的 這個銀行的時候提不了錢 我更得讓你去不了銀行 我用幾個手段一加起來 你動都動不了 所以這個社會控制 從各個層面加強了很多 這是第二大塊 第三塊社會控制很明顯的 就是言論控制 當時我們講中共是討論討厭言論自由的 而好像習近平上台之後 這件事情是變本加厲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手機是實名字 然後這個微信什麼帳號實名字 這個都好像看出應該的 但是中共在網路 就是警察跟網軍的部分加強很多 你說監控就算了 監控他還是被動的 他什麼 他洗版跟洗腦 也就是說他在這個網路方面 在言論控制方面他有攻有守 守的部分就是只要出格言論 我就把你封掉了 攻的部分就是第一 你有講出格言論我就抓到你 第二就是我根本就洗腦 洗到我根本主動進攻你 讓你就你的這個任何 你想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教你怎麼想的 所以這個對言論控制 已經到了已經難以想像的地步 這第三塊 第四塊就是拆遷房屋 你說他現在少了 對 少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房地產財政比過去差了很多 過去我們曉得你看大陸的影片也好 這個房地產或這個什麼房屋中間 非常紅火 熱熱鬧鬧等等 然後大陸好像經濟一片蓬勃 不完全是這樣 房地產是很多國家 拉動經濟的火車頭 但是這個火車頭的拉力 每個國家不敢多用 因為多用絕對是浪費 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舉的例子嘛 大陸13、4億人就蓋了35億棟房子 那多出來 多了那麼多就是浪費 你說多一些是可以理解 但多太多就是浪費 因為房地產業固然可以拉動 上下游什麼建材 玻璃 交通 或者什麼水電 什麼什麼 或裝潢等等 是 它拉動經濟 但是太多的錢投進房地產 然後你不投進別的生產的時候 別的生產就被擠壓嘛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不是說不應該有房地產經濟 我說房地產經濟比重不可過重 但大陸是過重 但是更糟糕什麼呢 他們為了要蓋新房子 他把舊房子拆掉 拆舊房子應該的 但應該有合適的補貼 你補貼又不夠 為什麼呢 地方官貪污 中央甚至也貪污 所以地產經濟就搞了說 其實貧富的這差距拉大 然後變得就是比較沒有錢的人 他連房子都完全負擔不起 但有錢他可以不亂炒房 那麼拆遷房屋它背後折射出來的 就是房地產經濟的不健全發展 這是第四塊 第五塊就是一直沒有解決的司法問題 因為共產黨這到現在為止 還在黨報上面辯論 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民主國家的執政黨 可以說我比法要大的 對不對 每一個我們台灣的這個政黨 也都必須遵守法律 你不遵守法律 那好 反對黨會監督你 然後這個報紙會監督你 或新聞會監督你 大陸的司法不公到現在 這此起彼落 我們隨便數數吧 就過去這兩年 鐵鍊女的事件 然後這個唐山女子被打的事件 有多少人起來維權的事件 法輪功或其他宗教團體 起來這維權的事件 此起彼落 這個比比皆是 什麼時候得到了公平的司法的審判 或公平司法的這個決斷呢 所以司法不公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再來就是關於企業的這個發展的問題 我們過去就一直跟大家講 大陸這些經濟有民企 外企跟這個國企 那民企跟外企是賺錢的 加起來超過100% 而國企是賠錢的 就把多算力塊給賠掉了 所以如果說大陸經濟發展的話 合理的做法就是鼓勵外企跟民企的發展 然後壓制國企 大陸這幾年的做法是反過來 所以你說一個重大變化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他推動是國進民退 那麼簡單的經濟學都告訴我們 你推國進民退推到一定程度 你經濟一定下滑 這不用說的了 然後再來跟著相關就是打擊富人 大陸一直是有一個仇富的傳統 共產黨嘛 所以一直有一個仇富的傳統 它是從這個仇恨資本主義 跟仇恨資本家衍生出來的 所以打擊富人在大陸上就是 即便你用非法的手段打擊 大家都覺得說這是天公地義的事情 比如說打隱歌星 打民營企業 打大企業 我不是說這些人貪污漏稅不應該打 我想的是你應該有一個橫平的法律 一開頭就把法律定得很清楚 這地方就是界限 然後這法律 這個制定法律的過程是公平的 是公開的 是公正的 這個你很有體會 因為你監督立法院嘛 你很有體會 所以第一 法律的產出過程必須是公平的 第二 執法的過程必須是公平的 如果說你前面立法的過程 不公平 不透明 然後執法又亂執法 剛剛講說司法不公 然後第三就是你在事後 再追捕新的法律來追究人家 那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 你要定新的法律可以 通常民主國家是有落日條款 也就是我的新法律出來了 我對過去不犯法的事情 我現在判為犯法了 但不馬上執行 我給你1年 2年 甚至3年到5年時間 你慢慢改過來 這叫落日條款 給了落日條款之後 大家就有所依循 這才是真正的民主進步的國家 但中共不是 中共是前面我放任你 到時候說打 我第二選舉拿起來就打 所以打尹哥欣 大家就一片叫好 打民意企業一片叫好 打企業一片叫好 大家感覺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但這個恰是就是標準的仇富心理 它的結果就是 最簡單就是有錢人逃出去了 帶了錢逃出去了 結果什麼 經濟一定萎縮 好 這第7塊 第8塊就是我們過去講的 嚴厲的清零政策 這個清零政策 一方面就導致這個經濟下行 二方面就用清零跟大白 也限制了人民的遷徙跟活動的自由 所以你說要變化呢 我覺得這些方面 大概是很明顯的變化 但我想談的就是說 這些變化根源來自哪裡 當然這個大家很容易 第一就是看見說 因為中共領導人改變了 所以就是政策就變化了 是 習近平個人理念 我覺得很有關係 第二就是習近平理念 不是憑空而來的 他是從共產黨的教條來的 共產黨的教條一向 跟我們講說政治第一嘛 然後社會控制第一嘛 又要洗腦嘛 然後仇富嘛 然後用仇恨動員 這些 這些特徵 在我們剛剛講的 這幾年來的內政變化上面 都看得非常清楚 而要落實這些變化 最後就靠他的 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 所以我們常常跟大家講 如果這個思維不改變 如果這個體制不改變 這些問題恐怕很難得到根本的改變 是 等於他 我覺得大概就是大家以前的大哉問 就是說如果現在不是習近平世界上 或台灣兩岸的關係 會不會變得更好 其實不會變得更好 只是他們的做法不同 但本質不會 接著內政談完談外交 外交的部分我們看到 中共當然從這個過去一帶一路 然後包含這個藏狼的外交 美中貿易戰這個延續有許多 造成他們的一些影響 到底現在外交 尤其我們剛剛特別談到 又換了史上最年輕的外交部長 真的就會因此有哪些改變嗎 其實一開始我們也說 這到底只是暫時性的 在試探風向 還是根本性的改變 老師 您怎麼看呢 我記得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這邊講過一句話 就是我說中共的這些外交官 現在很大程度是演員 為什麼這樣子呢 上面希望你怎麼演 你就給我怎麼演 所以你剛剛不是說 秦剛現在講一下很溫和的話嗎 大家記不記得秦剛剛剛到美國的時候 做過幾件事情 第一 嚴厲批評美國 什麼帝國主義啦 霸道啦 然後這個戰爭的這個 幾十年 兩百年要打多少戰爭等等 然後有一次人家講說 他說你美國要閉嘴啦 一個外交官到別的國家這樣講話 那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 除非真的對方做了很大的冒犯的事情 不然一般不會這樣說 但老師講 我覺得講錯了 他是要離境前說勤勞熱情友善的美國人耶 對 這跟他剛剛我講的號是完全不穩合 但是同一個人講 同一張嘴巴講出來的 所以我告訴各位 他就是演員 那麼之所以是演員 是因為這個體系要要求這種人 所以我對於換人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說換人會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我不認為問題在這裡 我們現在要數數什麼事情吧 第一就是我們經常數的對美貿易戰 大家現在都覺得說美國發動貿易戰 但是從美國角度理解是 因為你陰謀地改變了很多的遊戲規則 你跟我的貿易 第一是不公平的貿易 然後你用偷竊的方式跟我貿易 用偷竊我的技術方式 然後這個複製我的東西 最後再廉價賣給我 然後打垮我的這個 我的產業 所以這是不公平競爭 美國看見不公平競爭 希望扭轉它 所以發動貿易戰 這是第一塊 然後從發動貿易戰來 中共的反擊 美國看見中共狼子野心之後 才慢慢從貿易戰再認識到 原來中共是敵視我這個國家的 這講起來很可笑 中共敵視美國 敵視資本主義 對我們來說根本不是新聞 但對很多美國人來講說 那就是另外一個國家嘛 我們跟它好好相處就行了 我一直問他們 我說你如果跟中共可以好好相處 那你當年為什麼會打納粹呢 你為什麼不可以跟納粹好好相處呢 你說沒有溝通 你去溝通看看 你跟納粹溝通看 你覺得它就不打你了嗎 那你先跟中共溝通看看 你溝通的結果就是 每一次溝通就不要騙 每一次溝通就不要騙 除非你把底線畫得非常清楚 所以美國從貿易戰慢慢認識到 就是原來雙方的戰略關係是危險的 因為它想消滅我 所以中共跟美國打貿易戰 這是美國的認識 然後中共跟美國打貿易戰 一方面是面子問題 因為如果說我現在真正打下去的話 我就輸掉 我可能要垮胎 所以我必須假裝認真打 這是面子問題 為了顧面子我就反擊 你一反擊就引發美國更大的憤怒 然後雙方就惡性螺旋上升 然後再往下走就是美國發現 我跟你簽了貿易協定 你從來不遵守 2001年 2002年 你參加世貿組織 你答應的11條事情 你沒有進行做到 現在到了2017年 2018年 你跟我川普在談這個貿易協定的時候 打貿易戰的時候 你把這11條拿來當作前提跟我再來談 美國覺得說是可忍 屬不可忍 沒有國家會這樣談貿易戰的了 好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香港 我們過去講過 對中共來說 是不收回香港的 他沒有面子 大家都覺得一國兩制很好 台灣現在人講說一國兩制 從中共來看 一國兩制是丟臉的事情 為什麼 如果我社會主義好的話 就一國一制了嘛 一國兩制去告訴大家說 我社會主義不好嘛 所以讓你搞資本主義嘛 馬照跑 舞照跳 股票照炒嘛 那就證明我不好 所以現在為了證明我好 我把香港收回來 這叫面子工程 但收回香港的結果就是 大家覺得你連這個事情都能做 那你還有什麼事情做得出來 你答應的50年不變 現在不到一半你就變了 所以你是不守法 不守信用的 中共的說法當時 我因為這個你們要用香港當作 怎麼顛覆機械 顛覆政權 誰要顛覆你啊 香港 韓港都人 據我認識的人當中 不超過100個 哪有人去搞什麼港都 或搞什麼顛覆共產政權 大家想就是好好在香港 過去過好日子 現在你破壞了 好 這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也是我們數過很多次的 在武漢肺炎 你從開始隱瞞疫情到之後散播全球 然後最後才撐一抄底 以一謀霸 現在美國才開始要研究說 我是不是追究你的責任 對不對 新的上來這個 眾議院的議長麥卡錫在談這個問題 第四是新疆人權問題 新疆人權問題一方面是人權的問題 二方面就是對少數民族怎麼看 是 很多國家都會壓迫少數民族 你說緬甸壓迫羅興亞 說這個當著英國壓迫北愛爾蘭什麼等等 是 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進步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最後我們就進行公投嘛 就是我們過去講過的 就公投 我不是說新疆問題可以要公投 但是新疆你如果說 給漢人一樣的待遇的話 不會那樣做這麼大的事情來 你一定要把少數民族 或是把一個不同的宗教跟文化 當作敵對勢力來打壓的話 這個東西不是我在亂講的 當初蘇聯共產黨 都要對他內部少數民族 打壓手法一模一樣的 甚至可能有地方還殘忍一些 他是這個大流放 大屠殺 中共現在不流放就跟你搞什麼呢 搞什麼集中營 什麼是再教育營 最後就是人權問題爆發 人權問題爆發引爆了第五個問題 就是跟歐洲談了7年的 投資貿易協定垮掉了 這同樣是面子工程 人家歐洲拿這件事情批評你 而制裁了你幾個人 你這個時候輕輕講兩句話 然後改一個口氣講話 人家說不定就放過去 因為對方也希望要這個投資貿易協定了 結果你去反制人家 那對方講我只是做個樣子 結果你現在真的痛下殺手 然後對我來痛下殺手反擊 那我也沒辦法客氣 因為我發現第一 你這個人說不聽 第二 你這個人不太守法 第三 你完全罔顧國際上的普世價值 你要這樣打我 那我只好反擊 所以接下來就垮掉了 再來就是一帶一路的債務外交問題 對很多國家 斯里蘭卡 然後在歐洲 非洲一些國家 現在搞到焦頭爛額 大家看見了 再一個就是南海島礁問題 我們數過很多次的 再一個就是南太平洋這個島國的問題 那麼最近這一兩年 當然就俄乌戰爭了 就從去年的俄乌戰爭 中共固然沒有明顯地幫助俄羅斯 但是你在外交 在戰略上面 常常是或名或外地在呼應他 大家覺得說你立場不夠明確 不夠鮮明 所以大家對你是有懷疑的 再一個就是軍事演習 中共獲決的冤枉 你們這麼多國家來軍事演習 那你沒有看見你的建軍的速度 太快 太強硬 你的戰狼姿態 補足了你的軍事方面的擴張 所以大家覺得你要破壞國際秩序 所以大家要進行軍事演習 所以軍事演習就是一方演習 另外一方演習 最後就惡性流氧上升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圍台的這個軍事演習 就是去年8月份的事情 中共的感覺就是說 你們就是對我有敵意嘛 你這個亡我亡共之心不死 亡華亡共之心不死 所以他這樣想的話 他就是加強建軍備戰 那他看在別人眼裡面覺得 你又建軍備戰了 所以這些惡性螺旋上升 過去我們不是講嗎 我說歐美看到問題的看法 跟台灣人不太一樣 歐美看這個就是 你中共在這個問題上 在這些問題上面 你勾結俄羅斯 你們東西呼應來挑戰國際秩序 來挑戰普世價值觀 所以對歐美國家來說 我在歐洲我必須壓制俄羅斯 在亞洲我必須壓制中共 否則你們如果得逞的話 第三次世界大戰難以避免 所以問題的根源跟剛剛一樣 一方面是習近平的個人理念 再來是共產主義的教條 再來就是這個一黨專政政治體制使然 所以我覺得其實數來數去 大家這三個因素其實還是滿關鍵的 是 當然就談到兩岸關係的部分 從去年譬如歐奇來台灣 中共做這個所謂的鎖台的這些軍演 甚至一度後來還有這個飛彈 穿越台灣的上空 這個引起許多國際相關的一些關注 大家當然有關係說 兩岸的這些關係的發展 到底會怎麼去走 未來會如何發展 老師 你怎麼預期呢 我當然不是特別樂觀了 你看這幾年變化 第一就是大陸可來台灣少了 第一是團克幾乎沒有了 然後第二就是散客也少了很多很多 所以來台灣旅遊少了很多 當然一方面是兩岸關係的這個結果 二方面是什麼呢 他們的外匯不夠了 不太敢放太多人出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可以看到大概這10年下來 中共對台灣的態度更加蠻橫 你說這英文完全是民進黨不見得 不見得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說換了一些國民黨執政的話 不見得好到哪裡去 除非你願意舉白旗投降 哪裡你當然別論 這是第二個 第三就是態度蠻橫 具體還表現在什麼呢 表現在這個大陸對台灣的貿易杯葛 多了很多 當然數字不是特別大 但是受到的這個衝擊很多 是影響很大的 譬如說水果 當然最有名 譬如鳳梨 釋迦什麼等等 再來就海鮮 譬如白帶魚 什麼小管什麼等等 點心方面什麼鳳梨酥 新東洋 什麼等等之類的 都影響很大 當然你說這些數字 對於在兩岸的貿易方面來說 還不是特別大宗 因為兩岸的貿易比較大 第一 在半導體 在晶片 第二 在這些機械的 或者民生類在半產品上面 或半成品上面 所以數字不是占得比重特別高 但是這個對於大家的感覺 是很不好的 這第三塊 第四塊看到就是 兩岸關係比較緊張 就是中共軍機或軍艦 騷擾台灣的次數都很多 我們還不說那個 佩洛西來所引發的這個 第四次態度危機 就是騷擾台灣次數都很多 而且軍機來得40多很多 出來的地方也多 就像我們前幾次不是講到說 你不是提到說共機過中線嗎 然後這個也增加很多 第五點就是我們反覆講的 因為佩洛西來台灣 中共拿一個當一個藉口 然後發動了第四次台海危機 等於是演了一次這個 進攻台灣的這個整個操練過程 這個當然在我們預測之內 但是也讓台灣人心裡不舒服 這是第五件事情 第六件事情就是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歐美各國在亞洲也好 在台灣周邊也好 這個軍事活動多了很多 或者是跟台灣相關的 外交活動多了很多 但是每一次歐洲 美國或日本 有這些外交或軍事活動的時候 中共口頭對他們抗議 但是行動都對台灣 就立刻就開飛機 開軍艦來下台灣 我們常常講說冤有頭 載有主 你講了一大堆漂亮話 最後你手底下的動作 比誰都粗暴 比誰都蠻橫 你覺得台灣人能相信 應該相信嗎 台灣人有些相信 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講 中共這麼多年來 一直拿台灣當籌碼去玩美國 玩日本 然後去玩歐洲 所以問題的根源 很多人講就是台灣怎麼樣 不是的 我也講了 即便 大家不要忘記 2008年馬總統上任的第一天 當時的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叫秦剛 秦剛 是 秦剛當時的記者會在講 不要以為你們換來的這個 什麼執政的人什麼等等 你就會怎麼樣 我告訴你們 你們在兩岸 在這國際上 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所以立刻封殺了我們那個什麼 世衛組織的這個 世衛大會在參加的機會 就立刻打臉 所以你覺得說兩岸關係 這個問題我們將來會詳細談 問題的根源還是在這裡 我剛剛講說除了個人的原因之外 當然有體制 有意識形態 這地方不改變 我覺得真的非常困難 從老師剛剛分析來看 真的真的兩岸的問題 我再強調並不是我們有某一政黨 某一人執政 某一個政黨 作為民主一個政體 對於所謂的各種不同價值的呼籲 從來這都不是真正兩岸緊繃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第一個來自於習近平 來自於共產黨一黨專政 來自於他們這些所謂的 共黨信念跟教條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對 那當然是 我覺得問題根源在這裡 當然就是表現起來 還有點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他有的時候好像好 有的時候強硬一點 有的時候就溫和一點點 這對中共來說 就是前面講的合戰兩手 或者叫做進攻與退卻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不能因為他畫了一個人 或講話溫和一點點 就覺得好得不得了 中共手段非常靈活 共產黨手段非常靈活 隨時變化 但是目標是不改變的 也就是他一旦相信了共產黨 或相信共產主義信念之後 這個人整個性格是扭曲的 這個不是我隨便亂講 你要看到什麼呢 除非這個共產黨 或這個共產國家的領袖 大策大悟 決定改權更傷 否則事情不會變化 那你說這事情可能發生 可能在1940年代末 1950年代初期 這個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副總 那個共產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副領袖 然後國家的這個副總統 叫吉拉斯 他就大策大悟 他覺得共產主義不能走下去 結果講了真話之後被抓了 但是他畢竟醒悟了 第二就是戈巴契夫 大家很清楚 第三是耶爾卿 這些大家都很清楚 還有一個人大家不太熟悉 是英國前共產黨的領袖 叫道格拉斯·海德 他在年輕時候信奉共產主義 搞了幾十年 最後有一天突然間大策大悟 曉得說這要路是不對的 然後決定放棄共產主義歸一天主教 然後寫了本書叫《憲生與領導》 非常精彩 他才認識到說 共產主義對人類的傷害多大 對人的尊嚴 對人的價值觀傷害多大 這本書台灣是買得到的 叫《憲生與領導》有中文版 大家有興趣去看一看 所以講到這裡 我的意思很清楚了 即便走到今天我們覺得說 問題根源在於習近平的個人理念 在於共產教條 然後在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等等 但現在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真正的拋棄共產主義 學學前面這幾個人 拋棄共產主義 然後學習蔣經國 這樣子還有最後一線生計 我覺得這從對比在台灣 雖然台灣內部還是有許多問題 但一直說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我一直覺得就開放大陸的這些朋友 來台灣你就自己感受一下 雖然也許有些時候嘴硬你還是想罵兩句 但我想你心裡會知道 真的就是不一樣 如果中國能實行 像台灣這樣的制度多好 我們台灣就是證明台灣的人民 我們華人是有機會用一個體制 事實上還是可以安居樂業 人民之間還是非常的和善 相互的尊重 我覺得這不是我們想要的 這些環境跟世界嗎 你們真的希望你們現在的政府 帶領你們這種打殺 動不動講不過人就出手 這就是渣男啊 不是嗎 講不贏你就想打人 這不是渣男 你們的國家 你們的領導人就一堆渣男 你們怎麼還會稱 還會為叫做厲害了我的國 這又是什麼好驕傲的 所以我想新年一開始 應該值得大家反思 我想我們節目當中也會繼續再努力 同樣也希望大家持續再支持我們 今天再次謝謝明老師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